大家好 當銅花蒿開成這樣 自然很難注意到金桿開花了 加上年後的工作重點 趁天氣還沒有轉熱 先擺在日後會日照很強的位置優先整理 另外這金桿是採用種子進行種植的石森廟 據江湖傳言 用種子直接種 得要四年才會開花幾個 回查一下影片 至少提早的一年有 既然不知道開花 當然更不容易發現有果實 這果實外表感覺已經乾掉很熟了 吃起來的口感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剛入口的時候微酸 吞下去之後嘴巴裡卻感覺到非常甜 難怪當初有人拿著兩包在吃 還說很好吃 個人是興趣缺缺啦 只要了兩顆果實 挖種子出來種 感覺種子比食用有趣 而既然已經提前 開始開花 就得好好呵護一下 整理一下此處環境 金桿生長的位置就在水池旁 本來就是放羊 連澆水也不澆啊 希望它的根系自己往下磚 生長的可以更為穩固 另外只有枝葉長得太茂密 大概一年做兩次修剪 接下來的整理過程 看得比較長遠 進行除草之外 將離遠一點的土壤進行翻鬆 打算利用酵素 先激活一旁的土壤 而金桿下的土壤 只進行除草 避免反效果 另外針對金桿進行休閒的 更為通風透氣 接下來的作為 可做可不做 這不是要幫金桿 劃定生長範圍 種子青桿的目的 據說是可以驅趕地底下的現蟲 萬壽桿也有這種效果 只是萬壽桿才剛發芽 金桿該重要防護的倒是天牛 這早時間在另外 黃戶與拍攝 由於青桿種子的目的性不同 就沒有將土壤挖深 這樣種子的話倒是可以把它當成金桿的首位 或是圍裡 家庭種子只要別影響到金桿的生長就好了 反正環繞水池的內部 就是天馬行空 高興就好 接著要來激活 附近的土壤 現在使用的是環保酵素 這種酵素是以 後院的甘蔗 直接剁碎後 直接進行浸泡 並沒有添加糖蜜 先用甘蔗加水浸泡三天後 就可以發現上層 出現很多白色的菌種 此時才添加菜葉跟果皮 而若是鹹甘蔗比較硬發酵太慢 據經驗木瓜的效果會更好 畢竟糖度夠 也比較鬆軟 而酵素要使用之前 得進行稀釋 若是使用在葉菜類 稀釋的比例要高一點 反之比較高大 健壯的果樹類 濃度就可以高一些 至於要稀釋到何種程度 一般 重說鮮輪 因為這有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製作酵素的方式 跟材料不同 不清楚的話 可以先調止一點 採用薄肥多濕 當做植水 效果不明顯的話 再进行调高就好了 而发酵过后的渣呢 有人是拿来堆肥 个人是拿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毕竟甘蔗渣发酵过 也是很好的天然肥料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